中藝中高二學生 必旅行前說明會 老師在台上講解流程 但言論引發爭議 兩個字都滿滿效果的 讓你 它在結束 然後就沒有比較好感覺 口中說的就是前一天 另一所高中 女學生遭領隊言語騷擾事件 台上老師甚至語出驚人 這名字是甚麼 發生了 你問 妳問 騙了 台下徐生四起 認為女老師竟反過來 檢討被害人 甚至反諷 當時領隊長得不帥 才被視為性騷擾 但老師似乎沒有發現 那個拿捏尺度 已經不太恰當 所以導致 導致那句話講出來之後 台下一片誇然 事件延燒中藝中 學生團體聲明譴責校方 要求學校加強性評教育 而校長也出面致歉 希望能夠彌補這次造成 閃避但兩輛車的衝突還沒完 統聯想要繼續搶行超車 硬擠機車道 最後兩輛車就直接停在路中央 統聯和遊覽車B車衝突 發生在台南市北區 一度造成交通大打劫 現在兩名職業駕駛闖禍了 警方將祭出重罰 危險駕車規定 本分局以自單舉發 可處六千元至三萬六千元罰緩 調貨牌照六個月 在高雄小港區則是停車糾紛 新蓋好的透天錯錢 停了一輛休旅車 卻被鷹駕團團包圍 屋主疑似不滿休旅車 常常擋住出入口 妨礙工程施工 一氣之下 竟然就放鷹駕把車包圍 他是長期把這邊 當免費停車場 是完全擋住正門口 請他移車 然後經常就是打電話給他 他還兇我們 經警方多日聯繫 以聯繫屋主 目前鷹駕已財署 並道德勸說 不信車主予以移車 由於路邊地上沒有畫標線 誰都可以停 但屋主不排除找里長 幫忙向交通局 申請劃設紅黃線 解決紛爭 接著來關照六十日 王書宏 台南高雄報導 高雄小港 大大大 警方破門逮人 這對情侶竟然為了錢 色又同鄉 還賭人樂俗致死 被逮捕為案 沒想到事情過去了 還爆出有其他被害人 短短一個月內 收到八張超速紅單 車主都是同一人 其中曾經在中山高 標出時速一百五十九公里 收到罰單的車主人明明住在彰化 怎麼違規地點都是在雲林 向議員陳情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車牌被偽造了 遭情侶的同貨買來懸掛開車到桃園賭人南下雲林 過程中亂開一通 國道省道快速道路都有超速記錄 仔細看偽造的車牌下方有兩個孔洞 新版車牌則沒有 監禮站表示只要車主證明車型不同 都會撤銷罰單 但建議車主更換車牌 警察局也會向上溯源 找到販賣AB車牌的賣家神之一法 記者神聖聯賓旅雲杰 張華報導 電視器拍下驚悚瞬間 汽機車路口對撞騎士瞬間噴飛 整個人騰空轉了三圈 才重摔落地 動也不動 就車就摸一下 我摸人就趕快走出去看 他不知道說 對面有車要握過 他就走就撞地了 事發在高雄小港汽車轉彎視線 被大車擋住 沒等左轉燈直接盲彎 狠狠撞上執行機車 騎士連人戴車噴超遠 連安全帽也被甩飛 後方騎士狂散卻一度沒人幫忙 陸續過了16台車後 才有好心人回轉回來擋車 避免二次追撞 但我覺得這非常危險 因為這裡的車輛真的很多 詳細造勢原因尚待離心中 碰一下好大力兩台汽車正面衝撞 車子甩尾轉了兩圈 車殼破碎噴飛有夠驚險 民眾PO上行車記錄器 說車禍地點疑似在台南永康 恐怖對撞把目擊民眾嚇得驚聲尖叫 左營有駕駛滴滴龍沒注意 自撞路邊圍庭的計程車 從車尾騎上去瞬間翻車 駕駛還一度受困 本次事故導致女子些微差錯傷 雙方斤九側均無飲酒情勢 小黃庭路邊沒動被撞 圍庭也得吃上一筆罰單 轉彎沒注意很撞機車 其實整個人噴出去摔得全身傷 還好送醫後沒有大礙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